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竞选期间 妻子布利吉特一直陪伴在旁打点一切 当时马克龙就提议 希望能够改变现有的政治现象 授予总统配偶第一夫人的正式地位 不过马克龙最近提出这项议案后 不止反对派群起抗议 民间也随机传来强烈反弹 有人甚至发起请约活动 要求政府不要通过这项议案 短短两个星期 就有超过20万人连署签名 民众认为 目前法国政府正在削减多方面的开支 如果在这个时候授予第一夫人正式地位 政府又要多一笔不必要的开销 加上目前布利吉特已经有三名助理 两名保镖和两名秘书 已经不需要再增加人手来协助他办公 这件事在英国 是一种厉害的场景 有几千亿亿亿亿 它有很大的影响 它有很大的影响 马克龙第一夫人议案背道而驰 因此民众不希望马克龙说一套 做一套 不过议案有人反对 自然也有人赞成 法国民众对于到底该不该授予第一夫人正式地位 反映出现两极话 一些民众认为其实授予第一夫人正式地位没什么不好 大批的反对声浪其实都是冲着马克龙而来 而不是真的不希望有第一夫人 因此他们希望反对的民众能够撇开偏见 用理性来判断这项政策能带给国家的好处 感谢观看